那首先的话 这边有一个简单的那个 这个范例打开来的话 这个假如说我今天要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么呢 改成就是我将来可以 在这个里面呢 比如说我可以做计算 那这个防袋计算的话呢 最好是怎么样呢 可以累积 比如说我今天试算完了结果 可以啊 第一个让我希望怎么样呢 一个萝卜一个坑 最好是一个什么表单 你不要让使用者直接在上面填 因为比如说呢 这边有几个栏位 有几个栏位 那我按一下那个旁边的按钮 防袋计算 我可以跳出一个什么 跳出一个像这样的一个表单 那这个表单的话呢 它可以怎么样呢 自动报告怎么样 计算 按一下开始计算之后的话 然后呢 最后可以把结果怎么样 记录下来 记录下来 当然可以把easell当成是 类似资料库 放在这边来 那比如说我今天简单 借款金额 比如说这个是防袋 防袋计算 比如说我要借个100万 然后利息的话2% 那借个20年 那这边的话可以按开始计算 好 那在开始计算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同时在下方 我按一下开始计算的同时呢 这一些 这个是我填的 我填这三个 它自动帮我算出来 每月偿还金额会算出来 然后呢 偿还 这个什么利息偿还金额 金额就是说 总共你20年之后 你会缴多少利息 也把它算出来 然后呢 并且这个按一下开始计算 这两个产生 然后并且帮我把结果怎么样呢 写在这里 一笔资料 试算结果就到这边来了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改 我觉得这地方 想要多带一点点 我现在房子100万 应该是买不到的 现在我看随便 这个台北 1000万也买不太到 2000万只能买 很小的一个公寓 然后呢 比如算计算 也是2% 2%算是差不多 如果首购的话 应该有 如果第二间的话 应该是不可能2% 那如果说这样20年 20年开始计算 如果2000万的房子 每月要偿还10万多 然后呢 利息要偿还这么多 应该是各时 百千万 十万 四百多万的利息 20年 那也就是 2000万的房子 一个月要10万多款 这应该不是一般上班族 寿星阶级 可以承受得了的 这边的话 也结果可以把它填到这边来 OK 那首先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可以 重新输入一下 这就清空了 那首先呢 我们要怎么样呢 做出刚刚的 这样子的一个表单 表单要怎么做出来 这等一下会